身為創作者 我對於發生的爭議感到很抱歉 我認為就算一點相似也該道歉 BTS 17 NCP 127 等韓團都是受害者 嗨 我是 Demi 又來到我們TEEPER的推播時間啦 我覺得K-POP真的非常厲害 不管是歌曲、綜藝、戲劇 每次一推出都可以闊到全世界 不過也因此出現了很多類似的風格 產生有很多模糊的地帶 究竟是效仿呢 還是真的抄襲 今天我們都市傳聞系列 就來和你們聊聊 近幾年K-POP的抄襲爭議事件 如果你們也喜歡可以看完音樂、偶像、戲劇、傳達及美妝 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 最後別忘記追蹤我們推一部IG及臉書社團唷 越南歌手在2021年6月時發行歌曲 We'll be waiting 四處後被不少阿咪們發現 旋律和房貸2020年發行的歌曲 Life Goes On 非常相似 無論是歌曲和和弦進行 和Rap 的段落都一模一樣 馬上被指控是抄襲房貸 被發現後 越南的阿咪們寫信給經紀公司想要求證 告知越南歌手的歌曲已經發布在社群上 請公司查核並針對此事採取行動 要求公司說明這是侵權還是巧合而已 阿咪! 阿咪們! 不料還沒有等到BTS的經紀公司出面發生 越南歌手就敵不過輿論的壓力 默默在隔天早上就刪除了 We'll be waiting 的MV 並公開發表了一段聲明 他先和自己的粉絲及阿咪們道歉 很抱歉讓大家失望 表示自己經常會聽防彈的歌曲 並想要和他們學習 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創作和防彈太過相像 才會造成這次的意外 不過要提到無意識創作這件事情 在我們之前曲樣跟抄襲的那支影片裡面也有提到 就有時候一個歌手如果這一陣子聽了太多類似的音樂 其實在寫歌的狀況下 也會無意識寫出相同類似的和弦 不過我覺得呢 身為創作歌手 在創作這件事情上 還是要小心謹慎才是 2019年出道的馬來西亞女團DOLA 以一首DOLA MAK U WANNA 成功打響致命度 不愧因此迎來抄襲的爭議 DOLA被指控不管是舞蹈、風格及造型 都和BLACKPINK相似 其中剪了齊瀏海的成員造型跟LISA一樣 尤其是黑粉紅配色的海報設計最明顯 粉絲認為 JENNY、基蘇和羅在等影子 都能在其他DOLA成員身上看到 不過面對抄襲BLACKPINK的之一 DOLA官方有出面回應澄清 無意抄襲、相似處存儲巧合 DOLA表示自己是BLACKPINK的粉絲 他們拍了How You Like That Cover影片致敬偶像 H-How You Like That 在馬來西亞的音樂頒獎典禮上 也表演了BLACKPINK的當紅歌曲 Love Sick Girls We are the love sick girl We will build inside of you Give me two of us 不過因此迎來玩偶嘲諷 這也是巧合嗎? I think not 對此DOLA有出面說明 表示當天主辦方是要求他們 陪玩BTS的歌曲 但覺得翻唱的話 BLACKPINK會更合適 隊長Sabrina也解釋說 我們還是演藝圈的新人 不想讓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或是覺得我們耍大牌 所以才沒有拒絕主辦單位的要求 並表示雖然很喜歡BLACKPINK 但是不喜歡被拿來做比較 那這樣的解釋呢 讓不少BLACKPINK還是不買單 建議他們還是走自己的路才會紅 不過另一方網友表示 可能又是經濟公司為了增加曝光度的手法 女孩們應該也很無奈 老實說我看到第一眼 我也覺得蠻像的 就是整個風格跟造型概念等等 這也可以想像就是 為什麼BLACKPINK會這麼生氣吧 不過也可能真的是 經濟公司的另一種變相操作手法 不曉得大家覺得如何呢? 前陣子有不少網友在網路上討論 來自中國的時代少年團參加大量的KPOP男團 更是指出 BTS-17、NCT-127等韓團都是受害者 網友指說發現時代少年團的宣傳預告 直接盜用韓團TREASURE的MV內容 畫面完全沒有經過修改 原封不動的貼上 炎炎以下 - 讓網友傻爆眼 大探公司根本未負起監督的責任 讓所有好感變成滿滿的疙瘩 這件事情發生後 有時代少年團的粉絲出來幫忙澄清 他說這支影片是 湖南衛視綜藝節目夏日少年派的預告影片 正確來說製作方呢 是湖南衛視電視台 並不是時代少年團的公司 不過也有部分網友認為 時代少年團的公司 應該要負起監督的責任 而不是讓他們樓上抄襲的爭議 時代少年團其實自出道以來 有過不少抄襲爭議 像是團名也是一個例子 有人說他們很像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也有人說他們很像是 防彈少年團 不過這一點呢 也有時代少年團的粉絲出來幫忙說話 粉絲表示 是團名TNT時代少年團 全名TINGS IN TIMES 全身是五人男團TYT TAYFUN TEAMS TAYFUN少年團 TYT是在2018年10月出道 之後解散重組成為現在的 TNT時代少年團 而TOMORROW BY TOGETHER 是在2019年3月4日才出道 表示不能構成抄襲 TOMORROW BY TOGETHER 團名開頭的時代 是取自公司名稱時代風俊 而少年團確實有 抄襲防彈少年團的嫌疑 不過在TNT前 中國也有其他團體 可以使用少年團作為團名 少年團這個中性的詞 就由大家自由看待解釋 防彈少年團真的是太紅了 你只要講到少年團說真的 就會一秒馬上聯想到BTS 媽咪 阿咪們你們怎麼想呢 除了團名爭議 還有接下來幾件疑似抄襲的事情 讓兩方粉絲在網路上 可是吵得沸沸揚揚 時代少年團結智配到預告 疑似抄襲BTS LOVE YOURSELF 接Amser 成員劉奧文的SOLO舞台 和SUGA SHADOW的MV場景相似 還有歌曲《相遇》 和TOMORROW BITE TOGETHER的 RUN AWAY 落幕相似 釋出的歌曲 我喜歡你和TREASURE的 I LOVE YOU的歌名相同 海豹概念也相似 雖然歌曲旋律不同 但也造成許多TREASURE的粉絲不滿 和SEVENTEEN也有著相似的舞台 舞步 風格及道具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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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何時山以後 LULU LULU 夢想的路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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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變完整來對抗 全世界的冰冷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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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10代少年團翻跳了NCT 127的英雄 團體的造型和NCT幾乎是一模一樣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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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10代少年團成員丁晨鑫 在姐姐真漂亮的舞台造型裡 還是直接對照NCT 127成員的造型做效法 為什麼會說丁晨鑫是造著NCT 127成員做的造型 是因為之前有一段幕後影片流出 當時造型師在幫丁晨鑫做造型時 鏡子旁邊就是貼了一張NCT 127成員的照片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 TNT歌曲 姐姐真漂亮 和Shinny2008年推出的 姐姐真漂亮歌曲狀明 這件事情也出了一個很大的爭議 Shinny在2008年的出道曲 姐姐真漂亮在中國非常的紅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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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10代少年團釋出的同名歌曲 姐姐真漂亮 就被粉絲一次是在秤Shinny的熱度 I say oh 姐你真漂亮 而其實秤熱度這件事情 就連10代少年團自家粉絲也覺得是如此 而讓想握真正不爽的原因 除了秤熱度外 是這首歌對Shinny來說意義重大 不只是Shinny團人們人生的起點 也是粉絲們唱給鍾萱的最後一首歌 是鍾萱人生中最後一段錄的半周旬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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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歌曲撞名這件事情蠻常見的 而Shinny的粉絲最主要氣的就是 你這麼多歌撞 你偏偏撞的一首對Shinny來說意義重大的歌曲 就很像今天 你寫歌給你爸媽 給你很重要的人 然後你這首歌被有人拿來做一個秤熱度的動作 其實自家的人真的會蠻不爽的 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那麼生氣 時代上人團種種疑似抄襲的行為 引來很多KPOP粉絲不滿 覺得時代上人團根本就是把各大韓團 當成素材庫在抄襲毫無創意 久了也會完全沒有團體的特色 不過時代上人團的粉絲也有跳出來解釋 表示成員本身根本是沒有自主權 全都是公司一手在控制及策劃 時代上人團就是公司包裝好的產品 這點也讓很多粉絲不斷批評公司 對時代上人團的公司策劃很反感 也一直和公司提說要換策劃 以免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更我覺得粉絲或者是其他玩偶們知道這件事 然後去跟公司抗議 我覺得讓公司知道 不要講解 對阿 會害到自家的偶像 我立刻爆炸 希望公司真的能去尊重 自己家的藝人 也去尊重那些別人家的藝人 互相尊重 不要讓粉絲們之間造成矛盾 去年哀的小菅以導師的身份出演放學後的心動 並為選手們製作一首禁言曲 Sung 歌曲公告號被網友指控 怎麼聽起來和A題詞的歌曲wave相似 一次抄襲的事件爆出 Cube娛樂就直接把wave作曲家 Edan Airy的名字交在歌曲上 KQ娛樂則不滿表示 該公司是在他們不知情的狀況下 把作曲家加入Sung的作曲團隊中 完全沒有經過事前討論 希望能盡快糾正錯誤的訊息 尊重創作者 最後小菅發文道歉說 身為創作者我對於發生的爭議感到很抱歉 我認為就算一點相似也該道歉 對於爭議歌曲 我已經向該作曲家說明狀況並表達歉意 對於粉絲們感到很抱歉 並表示未來會多多注意 而Cube官方表示 在發握兩首歌相似詞 就馬上認知到問題的嚴重性 並直接向藝人和作曲家表達歉意 我們在知道歌曲相似後 就理所當然要修正製作人的名單 小菅在和作曲家協商後 透過製作公司要求更改名單 但是在歌曲發行前一小時 作曲家經紀公司表示反對追加 並要求製作公司修改 但我們已經來不及處理 歌曲就發行了 我們在為和作曲家的經紀公司 達成具體協議的狀況下 便提前修改了製作名單 對此我們再向大家表示歉意 以後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了 謝謝大家 這件事情讓網友紛紛批評 Cube娛樂抄襲在先又先斬後揍 道歉文卻擺錯重點 認為他們沒有誠意 粉絲極度不滿 時隔9個月後 韓網論壇上被網友發現 爭議抄襲的歌曲桑竟然在KTV上架 抄襲事件發生當下 公司有把Eden Every加入作曲名單 但是在音樂網站上顯示的作曲人 只有小娟和PopTime 網友紛紛批評 任了抄襲還繼續收百歲 比起抄襲 他的處理方式更讓人覺得荒唐 始終粉絲則表示對小娟很失望 很希望他能收回這個舉動 但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作曲家本人跟經紀公司 也沒有發表聲明或表示些什麼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 他們私底下已經達成了協議呢? 不然怎麼可能後續都沒有聲音了呢? 你覺得呢? 我們今天聊了不少抄襲爭議 相信身為各家粉絲呢 都有自己堅持的立場 身外偶像有很多決定 其實都滿身不由己的 可能公司葬了一大部分 也有可能偶像本人也有參與其中 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 但還是希望都是在演藝圈中 努力的彼此 能尊重彼此的創意 在參考或者致敬偶像的同時 也不要忘記保有自身的風格 不要為了炒作而傷害到其他人 大家將心比心 就是這麼簡單 對於今天以上的抄襲爭議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想跟我們分享的 都歡迎到影片下方留言處 和我們討論留言分享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哈哈哈 講到抄襲 我就想到我們之前 就有很多粉絲都會PO給我們 有很多B站的人 有抄襲我們影片整支靠過去 然後拿去做使用 大家如果有看到抄襲我們影片的 可以幫我們檢舉一下 因為其實防不勝防 我們現在都變相思考 就當作他幫我們頻道做一個宣傳 而且最扯的一次啊 是我有粉絲截圖給我看到 我們之前有一支影片 我在講減肥的事 然後那個莫名的廠商呢 就把我的那段影片呢 截圖下來去下廣告 減肥影片做一個打廣告 我超傻眼的欸 大家千萬不要受騙 如果遇到這種東西 不確定截圖給我們 我馬上會告訴你這是真實假 不要被一些不實的廣告給欺騙了 就是我們在找這一支抄襲的爭議 其實也找到很多中國的一些節目 抄韓國的一些節目 就一些蠻好笑的 一些名稱 念幾個我覺得很有趣的給你們聽 像他有一個叫 魷魚的勝利 他們就是抄襲那個魷魚遊戲 然後有一個叫 歐地哥神阿 就是抄襲看見你的身影 然後 像他們有一個叫 向往的生活 是抄襲 三食三餐 然後中餐廳就是抄襲飲食湯 而且我那時候就在想 欸 那他們這些真的要抄襲韓國 就是一些公司策劃 他們開會的時候會怎麼討論 就是大家開一個桌子 然後大家就 開各種韓國 終於說 欸就是他就是他 我們就選這個 就抄他 那你把那個改一改就好了 似乎就可以用了 然後 會不會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像之前Running Man 他們也被侵犬四十幾次 然後像Mnet之前那個什麼 偶像林神 就抄那個produce嘛 就是也有 他們 官方也有去聲明 就是那不是他們家的東西